大家好,欢迎来到你的第30期中文学习影片 上一期影片我们介绍了深度加工可以加强记忆 意思是大的程度处理可以提高记忆能力 今天我们将介绍一些深度加工的方法 当然,这些方法只是常用的 你也可以根据我们上一期介绍的实验 发明一些适合自己的方法 只要这些方法能够让你轻松的 长久的记忆中文单词 我认为它就是好的方法 今天的影片我会介绍两个常用的方法 最后我会介绍一个自己记忆中文单词的故事 好了,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 第一个方法,词组记忆 词组记忆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想记住一个单词 我们需要记住它的词组 举例深度这个词 我们在上一期的影片已经介绍了它的意思 如果你想记住这个单词 我们需要记住它的词组或者句子 比如深度和加工就是一个词组 或者句子 深度加工可以加强记忆 这时你可能会说 林不对啊 我认为只是记住深度这个词更简单 花费的时间更少 是的,我同意这种说法 但是你忘记的也会更快 因为大脑记忆单词的形式就是词组 比如饭店这个词 我们的大脑里想到关于饭店 这个词的词组是去饭店吃饭 或是美食红酒服务员这些相关的单词 所以去饭店吃饭 美食红酒服务员是一个关联的记忆 关联的意思是相关的有联系的 所以如果我们想记住饭店这个单词 我们一定要看和它相关的词组 这个词组可能是去饭店吃饭 因为这种方式更加符合大脑的记忆原理 更加符合现实场景 因为它更加符合现实场景 我们才更容易的记住 因为它更容易的记住 我们在现实场景中才会更多的使用 更多的使用又加深了我们的记忆 这叫什么 一个中文的成语叫事半功倍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讲过 事半功倍是什么意思 回忆一下 第二种方法 故事记忆法 我用例子去解释 比如虾这个字 你想记住它是怎么写的吗 你可以编一个故事 很短的故事 比如虫子的下面是只虾 当然这个故事很无聊 可能也没有任何的逻辑 但是它有效 编这个故事的原则是 这个故事一定要是你自己想的 不能是别人的 因为别人的故事通常对你无效 我讲一个 我使用故事记忆法 去记忆中文单词的故事 我是一个左撇子 左撇子的意思就是用左手吃饭写字的人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用右手写字 右手吃饭 同时我也是一个完全不能区分左右的人 比如你和我说左边 我不知道哪边是左 这边还是这边 我分不清 为什么说我是一个完全不分左右的人呢 是因为我连左和右这两个字我都分不清 后来我的妈妈知道了 她想了很久 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我就可以分清左右了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我的妈妈和我说 儿子你是用左手吃饭 左手写字 那么吃饭的那边就是左边 后来我就可以分清左右了 妈妈又说左这个字下面有一个公字 公和公的发音相同 我们用公和母来表示动物的性别 比如公表示雄性 雄性的意思就是男的 母表示雌性 雌性的意思就是女的 于是妈妈和我说 儿子你是公的又是左撇子 所以有公的那个字就是左 反之就是右 反之的意思是相反时 反之就是右 没有公的那个字就是右 那你们现在可以清楚的看到 我不但可以分清左右 还认识左和右这两个中文单词 所以故事记忆法是非常有效的 最后我想利用这个影片 感谢一下我的妈妈 虽然她不懂英文 也不懂法文 但是她在我很小的时候 教会了我很多学习中文的方法 那我现在把这些方法交给你们 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关于记住的内容 我就全部讲完了 下一期影片 我们将讲一下回忆 因为记忆分两部分 记住和回忆 记住是过程 回忆是目的 如何回忆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你有什么记忆中文好的方法吗 写在下面的评论区里 你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人和你使用一样的方法 或许你的方法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再见 下期见 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